104部分 104部分的话 首先第一个 需要在那个第一行的地方 输入InputMath 所以我们首先一样 请各位就开一个新的文件 开新文件之后的话 接下来第一行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输入那个InputMath 其实这个InputMath 蛮重要的 用到机会蛮大的 反正以后的话 无论你想要把那个外部的模组 拿到内部使用的话 那都需要前面有个关键字 叫Input InputMath Math这个模组 那至于这个Math模组里面 那有哪些东西 其实假设啦 你如果想要查的话 你可以Google打那个Python 空一个Math 或者另外一个 你可以打那个Python 我是建议你可以慢慢习惯 打Python 然后到 如果你要关键字要就是 Pyth 你就打那个Python关键字 然后呢 到那个Python里面的官网 理论上它这边就有一个 如果是第一手资料的话 假如你不是从书里面参考 其实很多书里面的相关参考资料 也是从Python的官网而来 然后呢你可以找到 Python的官网里面 除了我们之前也讲过那个download之外 其实你这边也 它已经帮我们把那个相关的 这个文件 官方的文件呢 也放在那个Documention里面 那当然你可以点选这边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再提一下 其实以前是只有英文版 没有中文版的 那现在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 繁体中文版 那你可以看到 Python能够做到什么东西 它的内建的相关的 韩式库呢有 提供哪些功能 我是建议 你可以阅读主要这两个 这个是第一个 Python的教学 第二个的话呢 韩式库 参考手册 那也就是说 假设比如说Input 我怎么知道InputMath Math实际上就是一个模组 那模组的话实际上就是Python的 韩式库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想找到 那个Math的相关的参考资料 我是建议第一手资料 像我的习惯 会直接从官网里面下手 那所以呢我就点选那个什么 说明里面的韩式库的那个参考手册 那这个有点像是 这个字典一样 你如果像大家没有人说 把所有字典里面的字全部背起来 那字典的作用主要就是 你假设哪部分不太熟 你就进到里面 再去查询就好了 我是觉得这个上面的资料 也有点类似的作用 那里面的话当然包含什么 内建有哪些函数 之前同学有跟各位讲过 里面有哪些函数 内建的函数 你可以等一下点选 这个还蛮重要的 其中的话呢像print 我们这蛮常用的 我们这蛮常用的 或者是说 其他的 这些run的 或者是 相关的 你可以在这边看 里面其实大概有些相关的说明 那另外的话 mass部分在哪里 其实你往下卷动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mass的话 它是属于什么 数值与数学模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放在 这个 韩式库的相关说明 资料里面的 这个数值与数学 里面的话就有个 mass的一个 数学函数 它是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有很多的function 所以你会发现它里面有这些function ok 那比较常用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往下卷动 当然有些如果不常用 你将来如果用到 你可以在上面做查询 其中的话 你往下卷动的话 可以看到有个 常数类的 像 这个是三角函数 然后底下的话就有个常数 常数的话就有个pi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要引用那个pi的值的话 那其实就是mass.pi就可以了 ok 那另外的话 还有像我们之前用过那个 像什么random 这边有random random的话 当然不是只有random range 其实它还有什么random c 然后还有什么 我们用random range在这里 random range 那如果说你假如不用random range 其实还有random rnt rnt 顾名思义嘛 就是整数 那这些的话 其实都可以拿来使用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第一步我们是 imput mass 那再来的话 第二步就是 让使用者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半径 ok 那输入半径部分的话 当然 当然 你就是可以在这边 加一个r等于 那当然 一般我们是input 一个小刮符 那input的话 它过来的资料 理论上会是 这个文字 ok 所以我们会需要 要不就把它转成整数 int刮符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int刮符的话 那会出状况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半径部分 可能会有小数点 像输入说它有提供2.5 ok 那如果你2.5过来的话 那r就变2 那就不对了 ok 所以我前面讲过 如果假如你不确定说 你输入的数字 是有没有小数点的话 那你记得就是用EVL EVL ok 它就是不管说你是整数也好 或者是小数点也好 那它都会帮你自动转型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有一个输入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有三个输出 所以三个输出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基本上你可以参考 那个题目 其实将来考试的时候 其实在你的桌面上 就是会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题本 它是帮你列印出来纸本的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 我们第一个print这一个 第二个print这一个 再第三个print这一个 所以你就可以print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 把前面加上这个的文字 后面加上它原来的半径 只是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可是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建议各位一般习惯上 如果前面的文字 你就可以直接打 也就是你直接在底下print ok print的话 我们就是先给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里面就是我们刚刚radius 然后后面的话 记得一定要空白 这个空白 如果你没加的话 也算错 然后后面加个空白 空白之后的话 再加个大瓜糊 也就是说你不确定说 里面到底要放什么的话 那你就是什么 就加个大瓜糊 然后后面就是点什么 点format 然后刮糊 这个前面也做过 然后就把r放进来 ok 只是说呢 如果你把r放进来 假如你今天放的 像那个题目里面要求是放 输入的是多少 输入的是10的话 比如说输入10 那如果假设你print的话 基本上它还是10 它没有点00 因为题目里面 它其实就是要你什么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如果你将来输出是10 没有点00的话 跟各位讲错 那只是说 那我要怎么变成点00 小数点第二位 其实基本上 还记得吧 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第几位的话 就是在那个大瓜糊里面 加上什么 冒号 0.2f就可以了 小数点第几位 这个前面有做过 这个蛮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加 它实际上就是把资料 直接放进去 跟文字串在一起 而已 但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第几位的话 你就加一个冒号 0.2f 这样的话呢 它就得到那个半进步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比如说输入那个10好了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没加这个 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执行10 输出 printer 它被radius10 没有点00 但如果你把它加了 冒号 点2f 再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个地方 因为它看到是10.00 所以再输入10 这个时候呢 才会是 radius是10.00 OK 就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没有问题 好 那第一个输出OK 第二个的话 它要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 它的周长 所以一样 print 然后刮弧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就是放那个 题目要的这个讯息 所以哦 你可以看到提本 提本就照这个提本 大小写记得要一样 那也就是打到哪里 打到那个数字 的前面部分 OK 然后偷懒了 我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那放哪里呢 一样哦 先双以后 把刚刚这一串 先打上去 这个就文字 那一样哦 这里面放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 那一样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冒号 点2f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是格式 小数点第二位 那最关键的地方 就后面呢 我要去做计算 计算什么呢 计算它的那个周长 然后那个周长的部分 我刚刚讲哦 周长的公式就是2乘上π 那π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mass 点π 它就会取得那个圆周率 然后再乘上什么 2π 再乘上什么 乘上r 这样的话呢 那就会得到我们的周 这个这个周长 圆的周长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它那个考试的时候题目是没有跟你讲说 周长的公式是2π 这个它可能认为大家都知道 那一样的话我输入10 Enter 那看一下答案是不是62.83 那如果62.83OK的话 那表示这个地方OK了 再来的话呢就是面积 所以面积部分的话一样嘛 就是把这一串文字 一般是打在哪里呢 打在print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打一个print 然后刮弧 那一般双引号里面呢就放什么 这个它的那个面积 area 然后呢大刮弧 大刮弧 就放什么资料 格式化成什么样 小数点第二位 冒号.2f 点什么format 那format就是 后面刮弧里面就放 你要放的计算结果 或者一个变数 然后呢 我刚刚讲过 那如果你要算面积的公式 就是什么呢 这个π 所以呢你就是π 那就mass 点什么呢 点π π乘上r的平方 乘乘2 或者是说呢你可以什么 干脆直接 再乘上r就可以了 r乘2也可以 就是r平方 ok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 或者说你可以用什么 乘上那个π的r的平方 r平方的话就乘乘2 ok 或者另外 假设你要算几次方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mass点paw 其实像什么mass mass里面有一个方法叫点pow 这个paw的话 就是你要算什么的几次方 那r的2次方 你也可以这样 mass点paw 这样也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只是说当然方法很多 那只是说哪一个最好计 或者是哪一个字数最少 那当然我们看下来 其实字数最少的 其实应该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这个r乘r 这样是最最 字数最少的 ok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然后括弧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得到的结果 会不会是题目要的 我们来输入10 得到的话是面积部分是314.16 当然你将来可以看一下题本 如果题本看到的也是你要的答案 那表示应该是没问题 再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2.5 所以就输入2.5 那看一下2.5的结果 跟他的那个给的这个结果一不一样 2.50 2.5加就是小一点 然后15.71 19.63 ok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那表示这一题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吧 主要就是说把公式带进来 所以第一个的话要学会 如何用Import 这个Math的这个模组 第二的话利用这个模组里面的Math.π Math.π 去做我们的周长的计算 就是2πR 然后面积的话最简单 其实字数最少的就是π 乘上R再乘上R ok 其实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如果太长的话 我觉得当然你就选一个短的吧 基本上第一个字数比较少 第二个也不容易打错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把共用停止 然后 好